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小时候,我外祖父有一个农场 我们一家会在周末去探望它 它种植了许多的蔬菜,也养了不少鸡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一天早上 天还没亮的时候,公鸡已经开始在提叫 不会停下来,整个早上都在叫 四本福音书中都有记载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的事 他曾夸口,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你 但正如耶稣所预言的 计较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完全失败了 他走出去,痛哭流涕 我在想,彼得以后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呢? 每天清晨,他都会听到鸡的提叫声 提醒他一生最痛苦的事 三次不认他的主 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夜,每一天都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是他的罪疚感把他带回去他以前的工作吗? 可能他说,神不可能再用我了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记载了他和其他门徒一起去打鱼 他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 天将亮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说 把网撒到船的另外一边,就逼得着 十个神机,鱼多到网拉不上来 彼得认出是主耶稣 他立刻跳下海里,游回岸边 耶稣为他们预备了早餐 也在这个时候,耶稣三次问彼得 你爱我吗? 彼得回答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赦明了彼得的罪 恢复了他们中间的关系 也重新拆遣他去喂养他的羊群 我想象在彼得回答耶稣的时候 他必定会听到鸡的提叫声 但这一次却不一样了 以后每个清晨也不再一样了 因为耶稣表明了他不舍弃的爱 赦免的爱 所以朋友们 无论我们离开多远 跌倒陷得多深 只要我们相信主耶稣 和他在石家为我们成就的救赎 我们就可以蒙怜悯 得圣灭 生命最黑暗的一夜 也可以转化成为无尽的祝福 亲爱的耶稣 你知道我的彼岸 我的事如一方 当不愿顺穿我的祖子 哦耶稣 哦耶稣 你知道我的彼岸 可是你对我的爱 永不更改 亲爱的耶稣 你知道我的彼岸 我的心容易放大 不愿宣传我的祖宰 哦耶稣 你知道我的彼岸 可惜你对我的爱 永不更改 可惜你对我的爱 你越发朝晚 我越发旧开 他们只有的旋转 一起生命的连统 哦耶稣 你知道我的败坏 可惜你对我的爱 永不更改 你越发朝晚 我越发旧开 我越发旧开 开了自由的选择 一起生命的恩公 哦耶稣 你知道我的彼岸 可是你对我的爱 永不更改 可惜你对我的爱 永不更改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的爱 是不舍不弃的爱 无条件的爱 舍己的爱 也因为这份爱 你一直来呼召我们 要我们相信你 要我们回到你的怀抱当中 所以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 跌得多深 我们知道 当我们愿意转回的时候 你就在那里来赦免 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也重新拆遣我们 去做你为我们预备要做的事 我们这样祷告 侍奉主耶稣的名 Amen